接着我们来介绍非生物因子 首先太阳辐射冷 我们地球上绝大部分的能量 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辐射冷 而太阳辐射冷是由多种坡长不同的光坡所组成 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见光 它的坡长是400 到700奈米 肉眼可见 而其中红色光跟蓝色光 可以被绿色植物的光和色素吸收 然后经过光和作用 转变成化学冷储存在糖类的有机物中 还有地球纬度的高低 也会影响到地表的光照 在赤道附近 一年当中太阳光直射 那如果在高纬度的地方的话 太阳光是斜色 所以光线就比较弱 我们举一些例子 太阳光对动物的行为会有影响 阳光照射量会随着海域的深度增加而减少 所以超过200公尺已经没有光线了 所以使得深海区的生物分布会比前海区还要来得少 再举一些例子 柔形性的动物 它适应白天的强光下的活动 比如说鸟类、昆虫、松鼠等等 那夜行性的动物 它是适应在夜晚或者晨昏的时候 落光下活动 像蝙蝠、壁虎或者老鼠等等 而且这个日照长短也会影响到鸟类的迁徙 像候鸟在春天的时候 因为白天变长了 所以它刺激它脑部的下四秋 所以引起身体的变化 再来我们看温度 生物体内的酵素对温度有敏感性 这我们知道 因为酵素是由蛋白质组成 所以适当的温度很重要 温度也会影响到生物习性跟行为 像迁徙、鱼类的回忧 还有冬眠等等 还有像换鱼、脂肪堆积、生殖线的发育等等 也都跟温度有关 温度就来自太阳的辐射冷 好再来水 水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很重要 身体里面的化学反应都需要水 但是水是没有均匀的分布在地表 像热带雨林跟沙漠 降雨量就差很多 还有环境中的水 是借着太阳冷的驱动、阳光照射 使地表跟海面上的水蒸发 然后在高空温度低的时候临结 然后再来降雨 降雨到地表的时候 再经过水的运输又回到大海 所以水可以在大气、海跟陆地环境中循环 我们举一些例子 像沙漠地区雨量稀少 还有仙人掌 这个仙人掌之所以可以在沙漠中生掌 是因为它的叶子退化成增状 将可以减少水分的增散 而且筋肥后可以储存水分 也就是说仙人掌对干旱的环境 已经可以适应了 但如果把仙人掌泡在水里面 因为外界环境的水量超过它对水的需要的时候 它就会烂掉 好,再来是土壤 它可以固定植物体 还有土壤中的水跟无基岩 可以被根吸收 使植物生长 还有土壤中有维生物 可以当作分解者 使有机物变成无机物 好,再来不同植物对土壤的适应力都不一样 像沙地可以种西瓜 那泥地种水稻 所以不同的土质跟气候条件 就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 比如说你们听过了 宜兰有三星葱 高雄旗山有香蕉 屏东林边产莲雾 像燕巢巴勒 台南玉井的芒果等等 都是跟土壤有关系 好,再来我们讨论生物的因子 首先生物的角色 我们依据自然界中能量的取得 跟转换的方式 可以把生物分成 自营生物跟易营生物 好,那什么叫自营生物 就可以自行合成所需要的有机物 就是生产者 而方式有两种 光自营跟化学自营 我们看哦 光自营就是透过光能 把二氧化碳核成有机物 Proton 再转换成淀粉 脂质 蛋白质 例子的话就是绿色植物 还有藻类 还有蓝绿菌 那化学自营 它不是利用光能 它是利用无机物 像胺炎 硫化物 然后再次进行 我们下转换成淀粉 我们下转换成淀粉